三千到三千五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分配 才是最合理的分配 应付你的三餐 所谓的交通费 一个月的基本的开销 买房子的一个钱 买车子的这个钱 结婚准备的钱 孩子未来读书的一个钱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 理财不焦虑 我是季永俊宏 那今天呢还是一样 和周志强老师 一起来谈钱啦 关于存钱这件事情 老师我们接下来一个真实的案例啦 像我们这样子的打工组 可能一个月 基本上的收入是三千到三千五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分配 才是最合理的分配 分配法上我自己本身有一个说法 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其实加起来就是十嘛对不对 所以就讲十八千二十八千三十八千四十八千 一般上我们一定要用尽可能的四十八千 来做我们基本的生活开销 应付你的三餐 所谓的交通费 包括你的一些的每一个月的基本的开销 用四十八千 三十八千是拿来做比较长眼的一个准备 什么叫长眼的一个准备呢 可能你想要买房子的一个钱 买客户的这个钱 结婚准备的钱 孩子未来读书的一个钱 所以这个三十八千你就会发现到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你就有不同的这个目标 二十八千是什么呢 二十八千我叫做让你财务自主 就是说你应该要有二十八千的钱存下来 是没有打算花的 是认认真真来做长眼投资用途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保险算吗 保险对我来讲不算 它应该要算在四十八千里面 不管你赚多少钱 三千块收入 五千块收入 一万块收入 你都永远可以保持二十八千的这个储蓄力的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我认为是你的这个 就是未来财务自主的关键的一个所在 最后一个十八千呢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就是 更多的就是个人成长 所谓的个人成长有两种成长 一种叫做脑袋成长 你应该长年把一部分钱拨出来是学习用途的 不管是上课 进修 不管是买书 各方面的东西 持续的一个学习很重要 另外一个成长呢 我个人觉得是在理财里面 要学会感恩的一个心 这个感恩的部分 可以是完成一样一样挑战的工作的时候 给自己一些基本的一个奖赏 这个很重要 然后也一样的 别人对你的一个帮助 你要适当的就是 就是学会这个感恩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我这样讲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是一种就是你对金钱 并不只是存在于未来要更多钱更多钱 你就会知道钱的一个意义 是要带给你的人生 带给你生命是更有意义的 生命跟人生的角度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不那么容易有那个理财疲惫感 长久下来很像是理财等于被约束 对 所以很多人总是觉得 哇 理财就是要很省要很控制 不是 其实那是因为你没有让它去平衡着整个的一个东西 我们还记得就是理财的一个目的是 是让我们有更快乐 更幸福的这个角度